欢迎收看104年7月28号星期二的港督新闻 我是薛婉珍 首先先来快速扫描今天的新闻重点 气泡将满一周年 市长城局特别前往灾区的陆中庙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与长辈们共进午餐 还带来加菜金 呼吁大家要疼惜长辈 让长辈们不再孤单 学生反黑箱克刚冲进教育部被捕 是议员向勇达召开记者会深渊学生 同时也自认是反克刚的首谋 希望学生家长老师都能够站出来声援 男子区的家庄里获得标杆社区的殊荣 不但是高雄市区里的模范学生 还特别与男子分局合作 举办参观家庄里的活动 让附近的里长以及总干事都可以来观摩学习 817报即将届满一周年 关心临近社区关怀据点的长辈们 市长城局特别前往前镇区的 陆中庙社区发展协会 与长辈们一起用餐 也希望每个里社区民间团体与市府合作 共同疼惜老人关怀老人 陆中庙社区的长辈们 随着音乐摆动场面相当温馨 城局市长也坐在台下 欣赏这群长辈们开心的表演 上面秀有城局市长的这个名字的书包 从此之后市长就变成 宝贝学堂的同班同学了 城局市长也接受长辈们 亲自制作的背包 成为宝贝学堂的议员 为了表达感激 也回赠加菜金 同时市长还留下来 和大家一起共享午餐 陆中庙社区临近七报区 今年3月开办社区照顾关怀据点宝贝学堂 目前已经有30位长者参加 如今七报渐满中年 城局市长也特别和社会局长到场 与大家一起参许 同时也品尝志工们 精心准备的佳肴 用今天 刚刚要一周年的时间 来这看我们赌世里 还有我们的路中庙 我们的发展协会 来看他们的宝贝学堂 来到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不但可以一起闲话家常 交换生活经验 每周都有课程 让当地的长辈们不再孤单 也因为宝贝学堂的存在 反而让大家更快忘却七报 带来的阴霾 感动新闻综合报道 学生反黑箱克刚冲进的教育部被捕 就连采访的记者也被逮 高雄市议员萧永达特别举行了记者会 除了声援可能遭到提高的学生 同时也致认是反克刚的首谋 希望全台曾经反克刚的首谋都能够站出来声援 市议员萧永达召开记者会 声援因为反黑箱克刚 冲进教育部被逮捕的学生 同时也以首谋的身份站出来 表示自己曾经代理学生 直闯行政院南部办公室 不过所有人都没有被捕 为什么高中生同样进去教育部 甚至连媒体记者都要被抓 而首谋是谁 只要曾经反对过黑箱克刚的 通通都是首谋 所以比如说以我担任议员来讲 我曾经带队 带家长带老师 去行政院南部办公室抗议 学生的行为我全部都做过 学生的主张我全部都提过 结果我通通都没事 学生怎么会有事 许多老师也出面力挺 同时对于教育部的课纲为条 提出了不少批评 质疑教育部侵害言论与出版的自由 希望能够回归专业 所以才会也站出来反克刚 并不是调整几个字那么的简单 其实它背后就是一个整个 一个思想的架构的洗脑 对 所以我觉得 我们觉得这是非同小可 对 因为我们应该都是要 从自己的土地出发 我们应该要正在以台湾为主体 来思考整个整个世界 或是说来思考两岸的问题 异言与老师集体出面 除了生人学生 也呼吁教育部在调整克刚方面 并没有遵守程序正义 应该要勇敢出面 成人错误 港东新闻综合报道 每个区里都有不同的特色 带来看到的是男子区的家常礼 他们获得了标杆社区的殊荣 是其他区里的典范 28号特别跟男子分局合作 举办了一个参观家常礼的活动 让别里的里长以及总干事 可以来观摩学习 各个精心打扮造型满分 你没看错 他们都是60岁以上的爷爷奶奶 不仅活力百分百 每一个动作都非常到位 就是要为今天的社区治安观摩研习会 做一个热闹温馨的开场 由于家常礼获得了高雄市治安标杆社区的殊荣 也为了让其他的里区可以学习这样的模范 就在今天办了游走社区的观摩活动 不仅有防灾知识的学习 还带领大家到家常礼的一个秘密基地 那就是资源回收的艺术展示空间 都是由里长刘秀英和里民一同打造 让现场的其他里长是叹为观止 里民的一个共识 邻居 所以我们就是举办各项的活动 那等一下要去看社区的话 就是各项活动的一个成果的一个展示 让我们所有的其他社区来互相一个学习观摩 然后回去的话 就是各个展现他们的特点 里长刘秀英说 这是一个可以跟其他里长交流 互相学习的好机会 标杆社区分为三大部分 分别是设政 警政 消防 全方位的评比 家常里可以说是一个安全社区的好模范 也期待高雄市的其他区里 可以朝这个方向前进 打造一座安全的城市 港督新闻小红和陈丽婷采访报导 台湾的父母亲通常想要栽培孩子学乐器 不过在高雄却有一位父亲从不给孩子学情的压力 不强迫他比赛 不仅如此个性腼腆的孩子自动制发学情以外 一支独秀 受到教授的青睐 获得了美国音乐学院的奖学金 留学海外 优雅琴声扣人心弦的节奏 全心投入的神情 他是胡万钧 你听到的优雅旋律不仅是琴谱上的音符 而是他十几年来喜悦与汗水交织而成的音乐之路 学中毕业之后就到美国伊斯曼音乐学院 学琴 学小提琴 然后今年回来台湾暑假 就在音乐馆开音乐会 一场独奏音乐会 那我拉的曲目是巴哈跟布拉姆斯第三号的奏鸣曲 其实在台湾有着学乐器 就是好孩子的刻板印象 许多孩子都是在父母亲的高度期盼下 踏上音乐之路 不过一脸清秀说起话来 带点几分腼腆的胡万钧 不仅有自己的想法 更与众不同的是 他的父母亲从来不给压力 其实在台湾小孩子要学琴的话 其实都非常的辛苦 那我们做父母的大概就是尽量陪伴他 因为练琴的过程当中除了辛苦之外 有时候还会受到很多的挫折 从国小一路到雄中音乐班 没有刻意参加比赛 却在2013年的夏天 获得美国伊士曼特音乐学院的奖学金殊荣 奖学金就是 算是一个对我很大的鼓励 那我也觉得在音乐制裁度上 自己也可能 有一些地方老师是喜欢 别人是喜欢的 他在今年暑假返台 将要靠着自己双手得来的这份光芒 用提琴的优雅旋律分享给家乡每个爱音乐的朋友 港部新闻 陈岳和采访报导 喜欢舞台剧的观众朋友们 可别错过这出好戏了 在去年造成票房最高 门票秒杀的冒牌天使 即将在8月2号的高雄文化中心加演 而且还是今年的最终站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可以走进戏院 欣赏这部传递正面力量与信念 充满人生冒险的喜剧 这是哪一出戏剧的场景对话 让曾国臣和粉丝是演得如此入戏呢 其实这是去年演出 就造成门票秒杀 票房最高的冒牌天使 由于去年演出后好评不断 今年更是家场 二度寻回全台 而最终站就是在高雄 主要演员曾国臣和市府文化局副局长 也特别推荐这出舞台剧 这两个就这样阴错阳差的变成 从逃犯变天使 然后而且也真的救赎了 解救了在人世间有痛苦的朋友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在 现在这样一个混乱的局面当中 可以给大家一个非常正面的力量 要欢迎不只是高雄市 台南以南平东以北 我们所有的生命朋友 去年如果说辣掉的那一次 你今年就千万不要错过 冒牌天使主要演员曾国臣和杨千佩 也特别出席了记者会 邀请高雄的朋友走进戏院 来欣赏这一部传递正面力量与信念 充满人生冒险的喜剧 就连无法出席记者会的唐从盛 也特地打电话到现场 邀请民众务必要来欣赏这出舞台剧 能够有一出气在这么不景气的年代 然后首播在台湾群点 就已经超过将近四万人士的肯定 我可以告诉大家 只要大家愿意看这支 充满了欢笑跟感动的戏的话 不要说一直在家演 我们就演到没地方演 我们在我们家里在家演我们都愿意 冒牌天使取材赐予好莱坞知名电影的创意 两个囚犯从狱中逃亡开始 一路上经历波折 在小镇上发生的事件与人物的碰撞 最后获得了心灵的救赎 整出戏充满笑料与惊喜 对舞台剧有兴趣的民众 可要把握这次在文化中心 家演的最终战 港独新闻潘志光 水婉珍采访报道 主期大作战 元气上网新主张 放逐假了担心孩子随时泡在网路上吗 BB宽评时间管理功能 好设定免费用最贴心 120MH要888 让你轻松管理孩子的上网时间 聪明人的好选择 快下庆年港督 BBTV最新强档 特务交锋 模仿游戏 百老汇熊男日记 你不是 她在车上网上 她会把你拖掉 笑笑扬大敬影 亲爱妈咪 愿线强片近在BBTV水旋影片 快下庆年港督 连猴子都吓得何不容嘴 每月888 标网120MH 想两年炫彩HD套餐 再拿千元购物金 快打电话找BB 咪 暑期大作戰 元氣上網新主張 放暑假了 擔心全家人聚在一起 卻各自低頭滑手機嗎 BB寬屏時間管理功能 好設定 免費用 最貼心 120枚紙要888 幫你找回全家人的 團聚時光 聰明人的好選擇 快洽青年港都 來…走過路過 千萬不要錯過 表演工作坊 夜夜說相聲 丁乃貞 大玩賴生川經典作品 讓唐從聖告訴你 戀愛原來是一種病 而江陵Worker 其實是孔老夫子的關係企業 8月8號父親節 在高雄文化中心 購票請洽兩廳院售票系統 是孔老夫人,老夫、滑手機 1991 青年港督等你喔 欢迎回到港督新闻 观众朋友们应该有听过 医美整形的割霜眼皮的眼部医美 不过眼瞼下垂手术您有听过吗 高医整形外科赖春生教授 就透过这样的手术 替70岁的阿嬷重新找回了便利的人生 医学跟艺术的精密结合 透过我们镜头一起去看看 黄白色的蛋糕身边围绕着一群医护人员 还有欢喜婆婆张女士 今天不是要亲生 而是要庆祝欢喜婆婆从忧郁富人 经过眼瞼下垂手术后摇身一变 成为大眼阿嬷 手术不仅非常成功 除了看起来更有精神 以后阿嬷看电视 不论是要追韩剧还是台剧 通通没问题 不过这样的手术 当然和整形医美有所不同 他一般美容外科的不一样 这个是因为他有功能的障碍 他视野会被缩减 而且看得不清楚 然后因为他为了带长性让眼睛张开 眉毛会拉高 皱纹加深 另外头他会向后仰 才能看到前面 所以长期久了以后 颈部的一个脊椎会有问题 甚至出现压迫的症状 眼瞼下垂的手术目前已经是第一千例 其实不仅止于长辈身上 近年来3C产品和智慧型手术的盛行 造成低头组的现象 眼瞼下垂的年龄层已经逐年下降 提醒民众如果想要保养 还是得从日常生活的小蟹节注意 以免挨上一刀 稿布新闻陈日和采放报导 高雄气暴即将戒满一年了 遗难者将可以获得1200万的理赔 但是在气暴后 有灾民感染出险性登革热而过世 但是市府与上款监督委员会认为 与气暴无关 不同意给予任何理赔 让身为家属的机车行老板张洪志愤恨不平 希望市府能够正视他的诉求 为山多五庆三路的机车行 外墙挂着抗疫的白布条 指出去年的高雄气暴 导致登革热大爆发 造成灾民感染出血性登革热而死亡 这里所讲的就是机车行老板张洪志的父亲 张洪志认为父亲会感染登革热过世 跟气暴有绝对的因果关系 我爸爸这件事情跟气暴绝对有因果关系 没有说没有因果 绝对有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就是很多人都到一月就诊 就诊的都是我们的邻居 从张洪志的眼中还是能够看出 对于父亲的不舍 张洪志表示自己会这么坚持 父亲的过世与气暴有关联 是有原因也是有依据的 七月份的时候我们这边 夫人里是两例 八月一号八月二号三号到五到二十几号 总共有六十一例 到月底总共有六十一例 两例变成六十一例 炸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受感染了 就发病 将近一年的时间 张洪志透过许多管道申诉 但是市府与上款委员会认为 与气暴无关 不同意给予任何理赔 让张洪志愤恨不平 希望市府能够正视他的诉求 把我们列入于因为气暴而造成的伤害 能给我们一个保障 给我们的权益 市府能对我们能重视 真的 我们是高雄市民 真的要重视我们 我们的需求 还有我们的权益 说出一张张气暴时的照片 指出自己机车行的位置 同样身为气暴的受灾户 却不能有应有的补偿 张洪志表示 气暴后不但让他家破人亡 生活环境也变差 甚至影响到生意 不过他还是会继续的申诉 直到有满意的答案为止 港督新闻 潘志光薛婉珍采访报导 在岗山有个相当特别的市集 叫做蓝货会 起源于当时的交易物品 大都是以族裔品为主 随着时代的变迁 买卖的内容已经有了许多的变化 不过对于附近的居民来说 一年三次的感激 成了大家最期盼的娱乐 而台湾目前也只有岗山 还保留这样的活动 已经有200多年历史的 岗山罗匡会 是当地相当具有意义的 民俗市集活动 每年固定只有三次 成立的商品五花八门 不过对于现代的民众来说 走没几步路就有超商 恐怕很多人都不知道 罗匡会的由来 住在山上和海边的民众 借由这样的机会互相交易 以物异物换取需要的商品 所以贩售的物品真的是百货杂成 不只是农用刀具 各种渔网绳子 竹边草边的家具 应有尽有 许多早期的物品这里都看得到 只是每年只有三次 分别是农历的三月二十三 八月十四 以及九月十五 汇集了许多新人的智慧 喜欢热闹 又对早期文物有兴趣的民众 可千万不要错过 港都新闻综合报道 接下来一起来关心 港都生活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以上是今天的港都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薛婉珍 我们下次再会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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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暑期大作戰 元氣上網新主張 放暑假了 擔心全家人聚在一起 卻各自低頭滑手機嗎 BB寬屏時間管理功能 好設定 免費用 最貼心 120枚紙要888 幫你找回全家人的 團聚時光 聰明人的好選擇 快下青年港都 连猴子都嚇得何不容嘴 每月888 標網120枚 想兩年炫彩HD套餐 再拿千元購物金 快打電話找BB BBTV最新強盪 特務交鋒 模仿遊戲 百老會熟男日記 你不是 當她在飛機上 她會把你離開 笑笑揚大電影 親愛媽咪 願憲強片 近在BBTV 隨旋影片 快下青年港都 暑期大作戰 元氣上網新主張 放逐加熱 擔心孩子 隨時泡在網路上嗎 BB寬屏 時間管理功能 好設定 免費用 最貼心 120枚紙要888 讓你輕鬆管理孩子的 上網時間 聰明人的好選擇 快下青年港都 SORRY 嚇到你 都怪BB寬屏太優惠 每月888 標網120枚 想兩年炫彩HD套餐 再拿千元購物金 上網搜尋BB 聰明人的好選擇 快播3401991 青年港都等你喔 本集結束 明星期五 中文大集合 既然不會有 跟海外 想兩年 開玩笑 既然不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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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生命故事 透過訴說 那些動人的回憶才能成為永恆 你也想說故事嗎 台灣故事島 自己的故事 自己說 洽詢專線556-8380 哇 新家喔 媽 上車吧 會記得她小時候 常常讓我擔心 所以我一定把她沾沾沾 希望給她最好的保護 她說 現在她大了 換她給我最好的保護 媽 現在後座要系安全帶喔 我知道 她最關心的是我的安全 緊控幸福的依賴 乘車請系安全帶 OK OK 谢谢观看